她只是世间普通的女子 却将细碎花枝变废为宝 哭疼的感觉会让我们会比较有质感 有重生的感觉 日日与鲜花为伴 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断锤炼插花手艺 会有你思想意想不到的一种感觉感触在里头 今天的财富故事为您带来一位插花女子的故事 欢迎收看财富故事 我是孟君 鲜花生活中随处可见 但是很多人对花的了解 只停留在表面艳丽的色彩上 当各种花材来到花艺师手中的时候 却可以给她们赋予不一样的寓意 通过各种穿插和搭配 呈现出优美的造型 这种通过插花感受自然和生命的变化 借以提高自身精神修养的方式 被称为花道 插花 煮茶 焚香 挂花 曾被送人称为生活四溢 是文人雅士追求高雅生活的方式 现如今 插花依然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 甚至成为一种谋财的手艺 今天的财富故事 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女子 看她如何精通花艺 从花间收获财富 几只单花的市场价格才几十块钱 一旦通过花艺师的打造 却能够卖到上百元 甚至上千元 难道花艺师手中真的有魔法不成 她叫江月琴 是南川一位拥有十多年资历的花艺师 也是一位娴熟的插花师 日日与花为伴的她既懂花也爱花 这些细碎零散的花枝 在她的手中经过巧妙搭配 真就有了一种画腐朽 为生机的能力 变了一番模样 这种通过艺术加工 在线条和造型变化中 融入思想和情感 做成的花卉形象 就叫做插花 江月琴在现场 为我们展示了插花技 插花用到的花材不多 只需零心几枝 再配上枯枝或者是其他材料 加入几片绿叶插入花中 就可成为预警 犹如天成 江月琴展示了东方式插花 和欧式插花的不同风格 第一个作品呢 取的名字是叫蝶恋威风 这个整个主题也是 根据我们夏季的季节来 而插的 这里有白色的百合 还有蝴蝶蓝 整个造型配起来 是比较清爽 这是属于东方式插花 然后我第二个作品呢 是叫豆绿重生 为什么叫豆绿重生呢 它这个整个作品是 绿色植物与鲜花的一个结合 这种植物是叫 豆瓣绿 也是一个草养的一个植物 它是陪水陪的 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鲜花 是叫千日红 千日红它是属于 白日都不败的鲜花 整个配起来 就是郁郁重生 前面这两个作品的话 它先东方式的 给人的感觉 它虽然花不多 会比较清爽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有意境 然后我们第三个作品 跟它有不同的 是属于商业性插花 也就是偏欧式 这个是属于水平线插花 也就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然后利用的花材的高矮 层次不同 让它感觉起来 就是有些起伏 也比较自然的一种 是大起 江月琴觉得花艺师更像一名设计师 需要一些基本功 越是深入了解 越不能够靠技巧 主要依靠的是灵感和想象 来进行创作 这三个插花作品 在江月琴看来比较简单 只花了它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花艺师平时插花 也是结合人家的场合 然后一些环境 还有就是季节 就是整个给人的意义 都要结合 然后再配出适合的作品 然后一般插花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有一个 说我要插什么样的花 美式功力它是需要的 对颜色的一种敏感度 它也是需要的 爱美之心不分古今 东方式插花起源于中国的先情时期 那个时候 民间就有男女互赠花枝 来表达思念之情 到了唐朝 花艺蓬勃发展 进入黄金时期 处处呈现一派 争其斗艳的盛况 插花深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以花会友 寄情花木 现如今 这种通过花艺师打造的插花 已经走入市场 在整个花艺市场当中 商务用花 主要以西方的欧式插花为主 而在家居装饰上 其实 东方式插花 发挥的作用更大 然后我们东方式插花的话 就是属于 一个点线面 是有个曲线意境在里面 然后花会比较少 看出来干净的 但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 简单 清雅 能让人突然平静 那么我们商务用花 属于热闹性 商务用花相当大 像结婚 会设置到婚信 新人的一个布置 浪漫的一个场景 无论是任何大小 店里开张 都要有一个好兆头 所以呢 就是会用到鲜花 再一个就是 敬佛祭拜 还有我们的家庭插花 还有会议 就是单位用花 可以说 现在的花 已经涉及到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在插花艺术 不仅仅是一种 休闲的生活方式 它发展成为一个行业 不仅浪漫 而且充满了朝气 要知道 在这个讲究技巧的行业里面呢 谁的花打造的有特点 而且漂亮 才能够卖到好价钱 如今呢 稍微有门道的花艺师 月薪就高达六千元 甚至万元以上 这听起来 是不是很诱人呢 在我们南川来讲 如果一个花艺师的话 一月薪也有一两万块钱 那我现在大城市呢 比如说北京上海 怎样的呢 那他们这个 有的时候看工程量什么的 他们一个月 也可以有四五万吧 当初江月勤毕业之后 误打误撞进了花艺行业 开始接触到各种花 在花店里 江月勤从学徒开始干起 慢慢融入了花艺的海洋 并渐渐喜欢上了 其实在花店的工作 并没有大多数人 想象的那么浪漫 江月勤只是天天不停地 重复着 任花 修花 打扫垃圾等等 不过 她并没有感觉枯燥 反而在这个过程中 她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一个花的话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 就是会把你的心情带逾越 然后会有你思想 影响不到的一种感觉 感触在里头 所以我会比较爱花 在南昌 江月勤一边打工 一边学习 辗转了几个花店 从最初的修枝养护 到后面的包花售花 江月勤都做得分外认真 在我十几年前在南昌 那时候就是简单的一个花束 多少钱一束 多少钱一枝 三块钱一朵 十一枝的话就33块钱 不是按作品买 是按支数买 那时候很早的时候 就是多少枝就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也很简单 就觉得每次包这样的花 有人买就很开心 江月勤为了学到更好的手艺 也为了更好的生活 他曾经去了花艺水平 在全国拔尖的江浙一带 足足待了六年 在那里 江月勤从学徒到花艺师 不断在实践中慢慢成长 在那边就可以监视到更多 等级比较高的一些花材 像那个质量更好的 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意识是先有花 然后再去追求品质 十几年前当南昌还是按照花枝售卖的时候 江浙那一边已经会根据花艺师打造好的作品 核定价格 一件作品低的要一两百 贵的会卖到几千块 越贵说明技术含量高 在江浙一带 懂得花艺造型的花艺师比较吃香 如今南昌花艺价格已经和江浙那边相差无几了 做得比较好 然后我们就是会含养 含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技术水平在里面 就是说你的花包的比较漂亮 那么给人的感觉比较新颖 那么这个作品就会卖得更贵 然后我们现在的花材比较丰富 各种各样的花材 以前见所未见的花材 都基本上已经都可以改成鲜铁花 像现在有这种中国菊梗 菊梗就是菊梗 但是也要分中国菊梗 羊菊梗 还有那个乌王五 它有中国乌王五 还有法国乌王五 它长的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完全不一样 然后现在的花材有一些 袋鼠爪呀 还有什么那个 各种各样的名字的 可以说这个学 就是你就认这些花呀 你都认不完 你就学这些东西都够你学了 花艺师在旁人的眼中是美好的 日日和花为伴 心情自然愉悦 然而呢 日日赏花和日日专注花艺的钻研 并非一样 做好花艺 必然会舍弃过去的一些习惯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简单 有时候呢 它会用带刺的玫瑰 来形容自己一路的学艺艰难 即便如此 它依然会坚持下去 你比如说有基地 我们要种花 那么我们要把它种下去的时候 就要去跟农民一样的去种植 然后要接出泥土 甚至要打着赤脚 在泥土里面 就是在里面操作 然后你像我们做的鲜花 我们要修枝 剪液 然后还要给花洗澡 就是给它清洗 让它更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而且花上面来 它会有一些刺 玫瑰都是带刺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被玫瑰捉到刺 花的世界那么大 学得越深 越有疑问 尽管江月晴 已经能够做出漂亮的花艺作品 可是还是想知道怎么做才更美 我是偏向于喜欢欧式叉花 说欧式叉花的话 它是属于跟田园 还有大自然那种比较整在一起的 尽管生活节奏很快 闲暇之余 江月晴会插几只花 来宽慰自己一日的辛苦 有时候她还会召集一帮朋友 或者学生聚在一起 边聊天边插花 感受慢生活 体会插花的魅力 生活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花艺师 像这种DIY插花的乐趣 在于对线条色彩 均衡和创意的把握 不需要太多复杂和昂贵的投入 只是几朵小花一个花瓶 好开心的比在外面买的好多了 自己做的然后送给自己老爸 插花我还是第一次接触 只是喜欢买花 喜欢这种花团景色这种感觉 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花 搭配在一起 会让这种心情非常好 我刚刚把这个花的一些 就是插花的过程放到朋友圈里 然后我们的朋友就在点赞 他说下次我也要来参加 这种花艺的课程 因为觉得会丰富人的一些生活 在这类插花沙龙里 不论是懂插花的人 还是不懂得插花的人 都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似乎抛去烦恼和杂念 把心思全寄放在手中花草 在折剪过程中 感受花艺的美好 找回一份内心的瓶颈 为自己插出这么漂亮的作品 鼓掌了 我现在看到这些作品都很漂亮 然后这束花插得很漂亮 这是哪位学员呢 这个花插得很饱满 看起来会有种宫廷式的感觉 就是比较大 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插得最大气的一个 好 谢谢老师 这款是我插的话 来 我把它抬起来一下 然后你看 本来是开始是这个叫相思梅 它就不是放在这里面的 然后我们就随着自己的远 自己的创意把它放到里面来了 然后有插得高 有的插得低 就是我们自己加入 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元素在这里面 但这款它开始 我们江老师 它是要求我们插的 按这种标准来插的 对对 完成了就改变了它 对对对 那你看 这三位学员 其中我们也是 加入自己的元素在这里面 你感觉自己能很满意这个作品 我觉得还可以 我是准备把它放在办公室里面的 插花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 在江月勤看来 都可以用来插花 插花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比如说 我家里有一些旧伞 就写 其实都可以把它插花 都可以 可以无限的 很多人以为 会插花就能够当好花艺师 其实不是这样的 设计才是最重要的 真正的花艺师是做花艺 还要对美学艺术范畴进行了解 当下流行什么 都要紧紧跟随 绝无不尽 好的 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和您聊到这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她运简如飞 逼真的简纸画便随即诞生 她既成传统又推陈初心 给古老记忆带来新火花 明天的财富故事为您讲述 一位手工艺人 看她如何桥茧成才